这一节课我们主要讲一下当成交量异常放大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们经常在行情当中会遇到有一些个股在某一个时间点成交量忽然放大 这种忽然放大就是说明多空的分歧在这个位置忽然放大 那么多空既然产生分歧的话我们就要考虑它所在的位置 前面我们讲到了当在低位的时候成交量大幅放大 说明多空分歧在这个位置有可能会出现转变 也就是说低位之后多头的力量可能会增加 但同样的到达相对高位的时候如果出现比较大的成交量 并且不能够成功涨停或者说大涨的话 那么在这个位置是要注意的 说明在这个位置多空已经形成了转换 我们前面讲到了在投资当中啊不能犹豫 上涨的时候一定要猛 也就是说走势相对来说要比较强 下跌的那时候呢相对来说也会比较狠 所以呢我们看到经常会出现这种A字形走势 所以呢我们需要注意 很多时候啊我们要学着果断的去决定 也就是说当行情好的时候参与 行情不好的时候掉头向下的时候要果断的离场 很多时候我们在看到连续涨停的时候是可以持有的 这个毋庸置疑 但是只要出现大幅上涨或者说连续涨停之后 后面并没有成功封板并且在这个位置出现我们讲到的这个大幅放量 当他大幅放量并且没有涨停 甚至回落的时候在这个位置多空已经形成转换了 为什么会这样 前面大涨为什么在这个位置出现大跌 就是因为主力跑了主力跑了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够再念战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注意啊 当整个涨停板无法封住并且出现成交量大幅放大的时候要果断的离场 这种的话一般都是主力出货比较明显 因为他这个量能跟前面的量能处相差太远了 大了三四倍 并且大幅放量之后并没有能够成功大涨或者涨停 也就是说当主力出货的时候一定要跟随主力 也就是说你不能指望主力跑掉之后回来还来拉你一把 那不太现实 对吧 第五点 对于下跌阶段的股票 任何价格尽量都不要参与啊 尽量还是以观望为主 什么样是下跌阶段呢 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样是下跌阶段 首先在整个过程当中快速上涨并且出现A字形头部 大家都知道A字怎么写对吧 这是一个A字 A字呢 这就是A字形头部 当他A字形头部形成也就是说跌破支撑 并且具备另外一个条件下跌过程当中的量能 大于上涨过程的量能的时候就需要注意了 后面的话往往都是回落可能很有可能会走出A字形 如果说在这个位置抄底或者说加仓的话 那就是在半山腰 然后后面慢慢磨就考验耐心了 这是不值得的 后面行情再走好 再看 另外我们再看他这种前期这样波段上涨到这个位置 我们看他在这个情况下出现了大幅放量对吧 量柱非常大 并且是下跌的 那总体来说走势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弱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就不能够给予太多的期望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要果断的 然后后面的话可能在这个位置还是会反反复复 当然了 后面的话可能还是重复这样的故事 为什么重复这样的故事 因为我们前面讲过装股的走势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个分时图吧 因为在分时图当中看的可能更明显一点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分时图啊 这个分时图我们打开可以明显看出什么 这个走势形态相当的怪异对吧 然后我们可以看 比如说在这个位置 早盘的时候是平开的平开快速上冲涨到多少 百分之八点几 然后快速再回落 像不像我们前面讲的刀锋状走势啊 课程里面的刀锋状走势 就是这样大幅波动反反复复 另外我们看量能量能非常大 这是什么痕迹啊 这是主力出货的痕迹 非常明显的痕迹啊 主力急于出货 所以搞的这种啊 上上下下 为什么这种上上下下 你会在主力监控精灵里面看到 哎大笔买入啊 大幅拉伸 撑杆跳高这一类的词汇啊 你就跟了进去 跟了进去之后 可能就麻烦了 所以呢很多时候啊 我们要选择一些啊 走势相对来说比较正常一点的啊 标的进行研究 另外我们看 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啊 大幅震荡之后啊 接着跌破日经线 就再也没有爬起来 而且他这种走势的话 呈现这种蚯蚓状的走势 我们前面讲过了啊 遇到这种蚯蚓状的走势 需要注意 是不是典型的蚯蚓状 大家如果经常看盘的话 像这种盘口的话 是非常少见的 就这种分尸图 这种呢一般都是装骨啊 在这位置破位 破位之后啊 主力就不互盘了 结束 这种呢 就是一种明显的装骨的这种痕迹 遇到这种的话 是需要注意的啊 不要就是呃 想着就占一点小便宜 因为很多时候啊 看上去他这种波动非常大 我们讲到了开弓 没有回头见 这个大家都理解 也就是说 当一个主力 想要选择啊 拉伸的时候 想要选择向上的时候 那就大幅放量 那他放量过程当中呢 很难说我到这个位置 我就不拉伸了 我就不放量了 那很难 所以呢 往往主力啊 如果说到达一个区间 忽然间不行了 那只能说他实力不行了 实力不行了 主力都不行了 你这个时候还能指望谁来 对吧 所以在这种啊 我们还是要顺势而为 跟着主力去做 如果主力研究的话 跟着研究 主力如果跑了的话 那还是要跟着主力 不能够指望 主力跑掉之后回来 还来拉我们一把 这个不太现实 那这个大家要记住 也就是说 我们总结一下 今天的课程就是说啊 我们刚刚讲到的几条啊 五条这个 大家可以记住 另外呢 还有一个就是最重要的就是 当他上涨过程当中 放大量 并且没有涨停 放了巨大的量 并且没有涨停 这个位置就要注意了 很有可能 主力已经跑掉了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涨停 就是连续涨停之后 在高位没有涨停 并且走出半个A字形 半个A字形 我们刚刚已经讲到了 对吧 比如说 在这个位置走一个这样的形态的时候 啊 要注意了 要注意了 尤其是在放大量的时候啊 下跌的放大量的时候啊 这个时候就不用太急于后望了 以上呢 就是今天的课程 大家有其他观点的话